全新ICI油漆专门店 热忱的油漆专家 随时为您下劳 5328号highway7 即Muffimo对面 WOW TV观众更可获礼品一份 ICI Paints State's Beautiful 欢迎回来 我们今天的国语的家庭时段 刚聊聊关地产方面的问题 地产都是一个 一直是一个热点的焦点的问题 那么尤其是 在买房子的时候 很多人都考虑综合的一个因素 那么房价的一个趋势 房市的一个走势怎么样 那么最近利率问题 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焦点 那么6月 7月 包括9月份 连续都有基本利率上调 各调0.25% 目前大概维持在3的一个水平 那么大家很多人都关心 这个利率水平到底会怎么个变化 对对房市的影响会怎么样 那么我们今天请到我们的 老朋友 老朋友 我们嘉宾跟我们一起来聊一下 解答地产的刘先生 早上好 早上好 您好 刘先生 我们今天专门谈到有关利率 等等各方面 对这个房市走势的影响了 那么大概能够分析一下 这个利率对房市最主要的 或者最基本面的一个影响 会是怎么样 好 那就是说 加大的这个利率 就是未来的走向 也要看环球大势 环球的经济 那现在目前环球经济 不是很明朗 因为在这个金融海啸之后 世界各国的经济受到冲击 然后就几个国家就一起在寻找 每个国家都在寻找一个出路 说境遇这个有点就是失破产 然后就重新再找一些新的这个方向 但在这个过程中 经济没有完全恢复 但是就是大家在这个不明朗的情况下 好多国家就不敢加息 只有降息 没错 那么这个虽然说好多国家 但加拿大整个的情况 但是加拿大是领先加息的 相对来讲的比其他一些 尤其西方的一些发达国家来讲的 经济基本面的情况都比较好 尤其对美国 或者对其他一些国家来讲 那么加拿大也领先的来进行加息 经济辅足比较快一点 对啊 其他一些国家 目前还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 一个利率水平的 那么这个整个的 基本面的一个加息的情况 其实对房市确实有一定的 这个影响存在的 包括尤其是民众或者是市场 对这个加息的一个期待感 那么对整个的房市的走向的影响 也是会比较明显一点 非常明显 那就是说在加拿大是一个 比较在世界各国来讲 是比较先加息的一个国家 但是从这个加拿大的加息 是由今年的六月份 加到一个quarter 然后七月份再加一个quarter 那就是说九月份这个月 刚刚八号又加了一个quarter 那到目前为止是加息 加到三利息 加到三利息 就是说在为什么这个加息 我个人的看法 不是加息 是调整利息 在您看来这是调整利息 没错 虽然说表面上看来 是加息的一个过程 没错 因为是说在这个2009年金融海啸的过程中 加大的房市下滑10个percent左右 但是在三月之后 房价就开始节节上升 multiple offer就出来了 然后就说房市非常的火热 政府看到这种现象 这是一个很不健康的现象 在金融海啸的过程中 房价可以回头 叫yoter回头猛账 那政府想扣荡 那就是说为了防止房价 有泡沫的现象 政府就限制按揭 先限制按揭的政策 那就是四月份开始实行 然后按揭这个 限制按揭这个政策执行之后 还是扣荡不了那么厉害 那政府就是相对来讲 用调整利息的方式 来双重来管制房价 往上暴涨的这个现象 所以就是一个调控的手段了 没错 我个人认为是说 这个不叫加息 回头看一下 这个2007年到08年 金融海啸之前 那每一个offer 房地产的市场 是multiple offer的现象 那个时候的利息是多少 五厘左右 五厘左右的时候 multiple offer 现在是两厘一半的时候 大家都说利息太高 加一个quarter 再加一个quarter 其实还是没有加到 原来的水平 还没有 差很多 还没有 所以从这个利息的角度 来分析来讲 虽然说现在大家看起来 利息一直在加 那么跟以往的比起来 我知道甚至十几年 或者更早一点时间 利息是相当的高 百分之十几 或者二三十都有 这样的利息 所以目前来讲 这个利息还是维持在一个 比较低的一个水平 那么据您预期来讲 目前的这个状况 走势 利息还会有一个在往上走的一个空间 这个就是说 我个人的看法 就是回看历史 在1989年的时候 上一次的金融风暴 那个时候是说 利息是在13厘 然后跌到下来到9厘 那个时候的房价 也就是说现在的市场 部分的市场的房价 已经追到那个房价了 那就说 那个时间 8厘是最低的 9厘13厘之间 是属于标准的房贷 是正常的一个利息 是正常 那那次自从89年的 这个金融风暴之后 加拿大的房价 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 那政府就考虑到怎么样预防 再有这样的现象发生 政府就做出了一个叫CHMC CHMC就是说 Canada Housing Mortgage Corporation 这一个 算是一个机构 一个机构 当时来成立一个机构 专门来 没错 针对这个现象 为了预防加拿大的经济 再受到同样的冲击 所以就用加拿大政府 做了一个银行的担保 叫Insurance Company 这个Insurance Company 做什么 只做房屋贷款 低过银行的标准 当配的这个贷款 在一段时间 加拿大政府为了鼓励 人人有房住 高收入的人 因为当地的人很多高收入 但是没有这个当配 就是首期款没有 首期款 首付没有 那就说政府为了鼓励 就是一直有25% 首期款 后来说20% 银行减低5% 那20%之下 还是要 还是要 还是要买房子 那政府就鼓励 给他们做房屋 贷款保险 所以说呢 一直都吞到10% 5% 甚至0% 也有过一段时间 没错 这个CHMC的就是担保 说银行的贷款 低于它的标准的当配 不怕 政府会担保 它选失 所以在这个 这么多年之后 两个decade之中 有很多这些低 低贷款 就是说 就是少当配 然后呢 银行政府担保 所以在这次金融风暴 就避免了这种破产 或者是被政府 被政府收购 被银行收购 这种现象 有国家担保 所以它的这个 方向上来讲 是非常好 拯救了这个 加拿大的房地产 那现在这个经济 在回缓当中 政府要适当地 从2.25的利息 调回 comfortable的位置 来就 来缓冲经济的 这个正常的 这种房贷的这个利率 那这个CHMC 其实现在 也还是一直在存在了 一直存在 那么这个目前存在 因为当时这个存在 有它一个存在的理由 那么目前这个存在的 这个情况之下 那么跟当年的比起来 这个有什么具体的 一个变化 一个区别 它现在这个作用 还体现在在哪里 现在的作用就 突然间就是 反映了非常强烈 就是说 自从金融风暴之后 政府意识到 太多人用这种CHMC了 然后呢 政府承担很大 虽然就到市 但是政府不可以 一昧地 让人没钱去买房子 承担它的风险 所以现在这个CHMC的制度 就改变说 一定要五年签订 不准买卖 而且还要达到 一定的房屋评估之后 所以它的整个系统 就改变了 不随便给你做 这个CHMC这个担保了 所以虽然说 CHMC还存在 但是整个风险评估的 门槛都有提高了 那么可能在不同的 针对不同时期 不同的特点呢 CHMC都会做出 相应的一个政策调整 来适应这个房市的 一个变化了 好了 非常谢谢刘伟生 今天时间有限了 但是给我们提出了 非常好的这方面的 一个介绍 其实好多朋友们 如果多了解这方面的 这个知识之后 自己买房子 都有好多的帮助了 好了 再次谢谢刘伟生 到我们前面 好 接下来这些时间 我们先休息一下了 广告回来呢 会有我们今天的运动时间 马教练会 大家在一起做运动呢 稍后回来见 感谢观看